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人生最后一个礼拜发表三次谈话 是在约旦河岸扎营的时候 向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讲话 第一段讲话记载在一到四章 是在回顾过去的事 回顾当年上帝在西乃山和他们的父母立约之后 再来从西乃山走到应许之地 其实只需要十一天的时间 可是他们的父母却走了一万五千四百九十天 为什么 答案就是他们缺乏信心 他们确实直接走到应许之地 他们来到加蒂斯巴尼亚 那是应许之地的边界 他们暂停在那里 每个支派各派一个探子进去窥探那地 再回来告诉他们怎么样进去最好 他们当时离开西乃山还不到两个礼拜 探子回来报告说 那块地好极了 他们抬了那地出产的巨大葡萄回来 加南是一个流奶云蜜之地 今天这成了以色列观光局的标志 去过的人就知道 那些探子回来报告说 那地的食物好吃极了 可是那地的人比我们高大 是巨人 犹太人长得并不高 个子很小 探子说那地的人身材高大 而且他们的城墙高耸入天 我们绝对攻不下来 十二个探子投票表决 其中的十个人说绝对进不去 只有两个人说可以 绝对进得去 因为上帝比那些人都强 摩西说 我们一路走来都是骑在上帝肩上 我记得我小时候骑在父亲的肩上 当你骑在你父亲肩上 一定比每个人都高 可以看见高墙内的动静 摩西说 你们在担心什么 不过他们按照民主的投票表决方式来决定 结果多数人都支持那十个探子的意见 这个时候摩西说 你们没有一个人进得了应许之地 只有约书亚和迦勒进得去 后来果真如此 摩西自己也进不去 但那是因为他后来没有照上帝的话去做 他失去了耐性 上帝就对他说 摩西 你也不能进应许之地 只有约书亚和迦勒可以进去 两百五十万人中只有两个人进了应许之地 新约圣经中有三个作者 用这件事来警告基督徒 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 而是谁跑到终点 这三个人是保罗 西伯来书的作者 还有犹大 他们都用两百五十万人中 只有两个人进应许之地这件事 警告基督徒 务必要坚持到底 务必要相信到底 这个时候 应许之地已经摆在他们眼前 但是他们却士气低落 打仗需要策略 战术和士气 但是从长远来看 士气是最大的关键 如果大家觉得会赢就会赢 如果觉得会输就会输 很多伟大的指挥官都知道这一点 二次大战的蒙哥玛丽将军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他提振了撤退到埃及的第八军的士气 他只是激励他们说 我们一定会打败龙美尔这个家伙的 结果真的打胜仗 重点是你相不相信办得到 可惜的是他们不相信 虽然上帝一直以信实待他们 他们却没有信心 第四章就是劝勉这一代 不要跟父母犯同样的错误 父母当年失去信心 就失去了应许之地 你们要持守信心 就可以得到那应许之地 这篇讲道很简单 不用我解释 你们就可以懂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卷书的主要部分 读起来真的不是那么有趣 我们都比较喜欢读故事 而不是读律法 这有点像是在读电话簿 读起来的确有一点点无聊 但是这部分其实很有意思 第二段讲话是最长的一段 可能是摩西生前 最后一周的第三天讲的 讲到他们该如何行事为人 想保住上帝给的这块土地 就得遵守这些律法 首先他谈到活出正道的原则 上帝给以色列人的生活原则 也就是十戒 这是核心 可以用十根手指数出来 这些是最基本的原则 其中重点都是在讲尊重 尊重上帝 尊重他的圣名 尊重他的圣日 尊重你的父母 尊重生命 尊重婚姻 尊重别人的财产 尊重别人的名誉 摧毁社会最快的方法 就是摧毁尊重 这个现象在我们国家处处可见 这主要是受到电视喜剧节目的影响 有一个知名的喜剧演员就曾经说 在我们眼中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摧毁一切的尊重 像是尊重皇室 尊重法律 尊重政府 尊重彼此 摧毁尊重等于摧毁社会 全部十戒都是建立在尊重的原则上 所以这部分首先谈到十戒 很有意思的是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 拿这部摩西律法 和异教律法当中最糟和最好的规条来比较看看 如果拿摩西律法的标准和异教律法中最糟的比较 比如前面谈过的雅摩利人 会凸显出摩西律法多么圣洁 如果大家能够遵守律法 活着会更健康更快乐 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 就是把摩西律法和古文明时代的一套律法比较 这部律法叫做汉摩拉比法典 这部法典由古代一个亚摩利王在巴比伦城颁布 如果你去巴黎的罗浮宫 一定要去看看在波斯书山城中所发现的一根石柱 现在这根石柱收藏在罗浮宫里 那根石柱上刻了汉摩拉比法典的282条律法 那些律法是在摩西之前三百年写的 很多学者喜欢比较这两套律法 结果很令人惊讶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窃 不可做假见证 这些是摩西之前三百年就有的汉摩拉比律法 另外还有一条很有名的复仇律法 就是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这条律法也出现在那根石柱上 所以很多人会说 这些是很常见的律法 至少汉摩拉比王就知道 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二章讲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说上帝把律法写在外邦人心里 上帝不只是写在石头上 他已经写在人心中 也就是说 人人都知道这些事不该做 上帝早把律法写在他们心中 他们知道了 你知不知道 每一个文化都晓得乱伦是不对的 上帝已经把这些事写在他们心中 但是他在摩西律法中写得更清楚 不过汉摩拉比法典和摩西律法 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汉摩拉比法典的惩罚 只有一种 那就是死刑 但是摩西律法却很少用死刑 只有15种罪性必须判处死刑 两相比较之下 摩西律法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野蛮 没有那么严厉和残酷 另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 摩西律法把奴隶和妇女当人看待 但是汉摩拉比法典把奴隶和妇女看成财产 所以汉摩拉比律法下的妇女没有权利不受尊重 这跟摩西律法很不一样 这样的对照很有意思 另外在汉摩拉比律法之下分有阶级 社会分成贵族和平民 不同的阶级遵循不同的律法 但是在摩西律法 也就是上帝的律法中 没有阶级之分 每个人都要遵循同样的律法 我讲这些是因为 有些学者说摩西律法只是很普通的法典 其实摩西律法很不一样 虽然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外邦人心中 他们早就知道这些事不该做 但是在技术上还有一项差异 我先说是什么差异 然后再来解释 汉摩拉比法典是所谓的决以法律 以条件的形式来呈现 如果你这样做就要被处死刑 如果你这样做 这是有先决条件的 但是摩西律法则是所谓的明文规定的律法 明确而绝对的下达命令说 绝对不可以做这些事 你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别吗 汉摩拉比律法都是说 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受惩罚 但摩西律法都是说 你绝对不可这样做 只有上帝有权利这样讲话 人定的律法通常有 条件如果你这样做就会怎样 但是上帝有权利说 你绝对不可这样做 我命令你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他是万王之王 所以差别在这里 第二部分从十二到二十六章 涵盖的内容真的很多 大大小小的事情具细迷移 我只能够读一下标题 让你们大家看看涵盖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首先有很多宗教上的规范 像是拜偶像的罪性 这种罪性要判死刑 像是通灵 这也要判死刑 包括鱼鬼相交 行巫术 亵渎上帝 要献上出手 喊最好的果子 要十一奉献 每三年要为当地寄居的人 还有孤儿寡妇 有特别的十一奉献 安息日的律法 这是一条全新的律法 在摩西之前 没有人守安息日 亚当没有 亚伯拉罕没有 以萨没有 雅各也没有 这是为每周工作七天的奴隶 所预备的一条新律法 让他们可以每星期停工一天 有些人以为 守安息日的律法 从一开始就有 其实是到摩西时代才开始的 直到基督降临之后才取消 这里还有节庆的律法 像是逾越节 五旬节 祝鹏节 有献祭的律法 有启示的律法 向上帝起的事 一定要遵守 否则的话 就会失去永远的救赎 律法也要求要有分别 像我身上这套西装 是跟乐师会买的 十五英镑 植料 是羊毛和聚织纤维的混合 只有百分之十五的毛海 所以我违反了摩西律法 是一个犹太家族 害我违反摩西律法的 因为这个品牌是犹太人创立的 生命纪中有律法规定 不可混合不同的衣料 园中不可混合不同的种子 规定不可以混合 种田不可同时用牛又用驴 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定呢 很简单 那是因为当时那地的人信奉多产之神 他们相信只要混合不同的东西 就会多产 了解吗 若是混合衣料 衣服就会多产 全是为了多多生产 但是多产是上帝给的 不是靠混合东西来的 所以生命纪这卷书中 才会有禁止混合的律法 再来还有君王治理的律法 这一点很有意思 因为当时上帝是他们的王 他们还要再过好几个世纪 才会有君王 上帝原本不希望他们有君王 但是上帝知道 他们将来有一天会想要一个君王 于是就定定君王治理的律法 其中有条规定很有意思 就是君王登基时 必须亲手抄录摩西律法 然后定期朗诵 你能够想象西敏寺规定 英国女王必须亲手抄录圣经吗 或者是亲手抄录登山宝训 然后定期诵读 君王一定要熟悉律法 君王不可以有许多嫔妃 马匹和金钱 再来还有审判官的律法 这里还有上诉法庭 藐视法庭要判处死刑 关于司法的律法 像是不可贿赂 不可偏袒 对待寄居者 和孤儿寡妇 要和对待商人 还有有钱人一样 这些律法是不是很棒 另外还有约束证人的律法 也就是至少要有两三个证人 做同样的执政才能成立 做假见证的人 和被判有罪的一方 要判同样的刑 所以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就是在这里讲的 如果我做卫证 害某个人被罚了一千英镑 那么我做卫证被揭发以后 也要被罚一千英镑 这很公平不是吗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很公平 还有关于刑罚的律法 最多打四十边 有边刑 但最多只能打四十下 所以他们通常会打三十九下 以免不小心触犯了律法 如果超过四十下 就是践踏人的尊严 就是不把人当人看 了解吗 另外还有失守不可以 留在木头上过夜 免得害他遭人讥笑 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 就是用这条律法 来讲耶稣被钉十架 另外还有律法禁止 一些特殊的罪性 像是杀人一定要判死刑 除非是过失杀人 其实有六座逃城 可以让过失杀人的人 逃去躲避死刑 还有律法禁止掳人 如果掳人的话 这样的罪也要判死刑 有律法禁止强暴 禁止暴力攻击 有律法禁止偷窃 尤其是挪移临舍的地界 当时都是用石头 来设定自己田地的边界 有些人会趁着晚上 把石头挪一个一两码 这是很严重的罪 还有关于健康的律法 像是罹患无法治愈的皮肤病的时候 该怎么办 圣经上的麻风病 其实包括很多种皮肤病 不只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麻风病 有律法禁止吃死后才宰杀的牲畜 有律法定义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 不可以吃骆驼兔子猪或鸟 还有一条很奇怪的律法 几乎每个犹太人都误解了 不可用山羊糕母的奶来煮山羊糕 犹太人光凭这句经文 就建立了一套繁复的烹调规定 厨房里要备有两套锅具和两个水槽 奶制品和肉类要分开来放 绝对不能够混在一起 这完全误解了这句经文的意思 其实这条律法也是针对 膜拜多产之神的仪式 想要多产就让小羊和母羊乱伦 做法就是把小羊放在母羊的奶中烹住 这是膜拜多产之神的一个仪式 所以上帝吩咐他们不可这样做 结果他们光凭这句经文 就建立一套繁复的烹调规定 可见他们误解得很离谱 还有照顾穷人的律法 收割庄稼士不可搁尽田角 要留给穷人拾取 还有律法规定要帮助林舍 找回走势的牲畜 有条律法说 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让牛在为人做工时 可以自由地吃骨 所以牛踹骨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保罗把这条律法应用在像我这样的人身上 就是传道人 他说传道人做工 给你们零粮吃 你们要为他们奉献金钱 这样活用律法很有意思 有律法允许他们拿鸟窝中的蛋 但不可以抓母鸟 必须留下母鸟继续下蛋 有律法规范战争的事 战时不可以砍树 因为你不是跟树打仗 而是跟人打仗 我想到美国人在越战期间 毒害丛林毁掉所有的树 这就是上帝禁止的 上帝说你不是跟树打仗 而是跟人打仗 打仗也要重视人格 很久以前的日内瓦会议就已经谈到这个 另外还有士兵如厕的律法 还有一条律法很有意思 讲到新婚的士兵 可以在家里待一年再回到战场上 这条律法很棒 对不对 给他时间了解自己的妻子 把婚姻的基础打稳 不能为了打仗而牺牲了婚姻 我们可以从这些律法学到什么呢 总共有好几百条律法 有些律法我跳过没讲 首先我们看到这些律法涵盖的范围很广 包括生活各个层面 小到如厕的细节 大到敬拜方式 从衣服到烹调 显示出上帝关心你全部的生活 活出正道 不只是看你主日在教会做什么 而是看你全部的生活 摩西律法告诉我们 上帝说凡事都有正道可循 他要人人在生活各方面都活出正道 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些律法其实是一体的 我把这些律法分成几类 其实各种律法都混在一起 从不可吃骆驼肉的律法 到守节庆的律法 这跟现代西方人的习惯不合 我们都喜欢分类 还有定标题什么的 但这些律法全混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上帝在告诉我们生命不能切割 我们常会区分属神和属世 但上帝不会这样区分 生命是一体的 全部连结在一起 这些律法不止涵盖生活各层面 也代表完整的生命 套用现代人的用语 这是全人的 生命是一体的 上帝时刻同在 不管是坐下吃饭 或是到教会敬拜 上帝都跟你同在 我以前提过犹太人的祈祷书中 有一段如策用的导词 非常实际 我们看了会觉得好笑 但是犹太人可不觉得好笑 那段导词说 主啊 感谢你让我的身体运作正常 感谢你让我方便以后通体舒畅 哈利路亚 我用过很多基督徒的厕所 因为我在很多家庭中住宿过 马桶旁边通常有一叠灵修的书 墙上会贴一些经文 但是那些书和那些经文 跟我在马桶上坐得是毫不相干 当你年纪大了 大小便失禁的时候 你会后悔当初身体健康的时候 没有好好赞美过主 要知道在上帝眼中 生命是一体的 是完整的 圣洁的生命 是在各方面都活出正道 第三点我注意到的是 这些律法都有目的 不是要叫人扫兴 或是要加给人许多约束 有一句话不断出现 那就是这样你就可以得福 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 上帝要我们活得健康快乐 所以才会给我们律法 但是我们却以为 上帝绞尽脑汁 要给我们苦日子过 有个小男孩第一天上学 老师问他的名字 他说约翰不可以 老师说不会吧 可是妈妈都是叫我约翰不可以 很多人把上帝想象成 坐在那里一直说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其实上帝给我们律法 是要叫我们得福的 所以我们打招呼的时候 都是问对方好不好 各位 这就是上帝的心肠 上帝关心我们好不好 所以读这些律法对我们有益 接下来看第三段讲话 摩西最后一次向大家讲话 也分成两部分 首先他说 现在你们必须亲自 正式接受这些律法 当初他为你们的父母分开海水 带领他们出了埃及 现在上帝要为你们分开河水 带领你们进去应许之地 当他带领你们进去之后 你们要上山把这些祝福和咒诅 朗诵一遍 然后切实遵守 以巴陆山还有基利新山 我去过基利新山 少数存活的撒玛利亚人 仍然住在那里 他们没有整本圣经 但是他们有摩西的五卷律法书 他们用旧习惯做成小小的经卷 就像这样 用撒玛利亚文 抄写部分的律法 那是摩西律法的一部分 他们已经拥有那些古老的抄本 好几千年了 我手上这个是复制品 他们有一卷四尺高的大经卷 如果你想参观的话 他们会着收费用 因为他们非常穷困 当年就是一个撒玛利亚夫人 问耶稣应该在哪里敬拜 是在这座基利新山 还是在那座山 耶稣回答说 都不是 重点不是在哪一座山上敬拜 而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记得吗 那两座山会营造出很棒的音响效果 两面凹进去的山壁相对 就像一座巨大的露天剧场 上面有两个尖顶 从一边喊出祝福 从另一边喊出咒诅 喊出祝福或是咒诅之后 大家都要回答阿们 我主日晚上在圣公会教会讲道 就请他们这样做 我说我们来咒诅人 没讲完一个咒诅 你们就说阿们 咒诅父母的必受咒诅 阿们 挪依临摄地界的必受咒诅 阿们 使瞎子走错路的必受咒诅 阿们 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屈往正直的必受咒诅 阿们 与临摄之妻行淫的必受咒诅 阿们 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 阿们 淫乱的 奸淫的 贪恋的 败偶像的 重伤人的 最久的和勒索人的必受咒诅 阿们 那个主日晚上 我们读这段的时候 会众越来越安静 阿们的声音越来越小 会后 有人来对我说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越讲越小声 因为我们发现在咒诅自己 刚刚那段是从生命纪二十七章来的 但是 他也放在圣公会的常用祈祷书上 每年在四旬斋期间都要诵读 会众根本就不晓得 我是在诵读他们的祈祷书 不过现在很多教会不敢举办四旬斋的聚会 因为害怕得罪人 如果英国每个教会在四旬斋的时候都奉主名来咒诅这样的人 你想想看会带来什么影响 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 若有传道人传的福音不同于他所传的福音就当受咒诅 有些传道人会扭曲福音 我们该怎么办 你可以咒诅他 我们有咒诅的能力 话语是大有能力的 祝福和咒诅的话语都大有能力 咒诅会带来灾祸 摩西说当你们进入那地上了那两座山 一边喊出祝福一边喊出咒诅 中间的人要说阿门 你们要正式接受这个约 你们若遵守这些律法就能在那地上得福 否则的话就会受咒诅 旧约圣经接下来的历史完全符合这个条件 读生命纪二十八章 就像在读以色列过去四千年来的历史 因为上帝接着又说 如果你们仍然执迷不悟 即使我叫天不下雨 你们仍然不听 即使我拆敌人来占领你们的地 你们仍然不听 我就要把你们分散在世界各地 你们将因此饱受众人讥笑 各位在旧约圣经生命纪二十八章 其实早就预言了会有这种情况 读生命纪二十八章会帮助你了解 以色列从以前到现在的历史 上帝是信实的 他遵守应许赐福给他们 但是也咒诅他们 他们蒙受的祝福比别的国家多 受到的咒诅也比别的国家多 这证明上帝真实存在 而且他是以色列的神 在三十二章摩西唱起歌来 一百二十岁的他眼目一点也没有昏花 而且他的歌声一定十分嘹亮 摩西跟很多先知一样都擅长音乐 在圣经上预言和音乐总是密不可分的 大卫是个先知 圣经里他写的诗篇最多 但是摩西很会唱歌 过了红海后 他和姐姐米利安合唱 摩西写了一首很棒的歌 英国每年都会唱一次 上帝世人千古保障 世人将来希望 未来神被威权保护 永远平安无虑 我们在休战主日唱这首歌 实在很厚脸皮 未来神被威权保护 永远平安无虑 可是我们却偷藏几颗原子弹 以防万一 这歌词是摩西写的 你知道吗 是取自十篇九十篇 摩西在这里唱了一首歌 摩西他称颂上帝 是绝对稳固可靠 永不改变 可以信赖 他是我们的磐石 他是信实的神 他所行尽斗公义 有没有看出是哪首歌 我们很快地来唱一遍好不好 请思琴来谈一下 呃 是 是第几首 赶快 我的时间不多了 赶快来唱一遍 但愿尊荣归于主我神 只要起个音就行了 赶快来唱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刚刚唱的是摩西的歌 启示录说等我们进入荣耀之后 会再度听到摩西的歌 这首歌很棒 摩西不觉得上帝叫他们杀光雅摩利人有什么不对 他说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是正直良善的 在33章摩西一一祝福以色列十二支派 摩西他是个真先知 因为他能遇见每个支派的未来 他给每个支派祝福 只有一个支派没有得到 那个支派后来消失了 我们在圣经上看到那十二个支派后来改了 不是全部的支派都存留 就像十二个使徒中有一个失去了名分 十二支派中也有一个支派没有存留 这是旧约和新约圣经很有意思的一个相同点 34章记载摩西的死亡和埋葬 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们这部分不是他写的 生命记就只有这一小段不是他写的 这应该是约书亚补充的 摩西死的时候 孤单一人背对着尼泊山 眺望约旦河对面的应许之地 他永远看不到那个地方 其实他后来进去过一次 许多年后 他在其中一座山上和耶稣交谈 不过他死在尼泊山上 被葬在那里 没有人找得到他的坟墓 因为他被葬时身边没有人 那么他自己埋葬自己了吗 答案在新约圣经的尤大叔可以看到 有个天使来埋葬他 当天使来埋葬摩西时 魔鬼就站在摩西的尸首旁边 魔鬼说 这个人是我的 他杀了一个埃及人 他是我的 来的那个天使是天使长 米加勒 米加勒对魔鬼说 主责备你吧 然后就埋葬了摩西 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和结尾 当然被埋的只是身体 摩西的灵则是与主同在 以色列人为摩西守丧一个月 他们想找到摩西的尸首 可是找不到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生命记》是旧约圣经中最基础的一卷书 是整个以色列历史的关键 因为他们进入那地之后只住在山上 把山谷地区留给亚摩利人 但是每到星期六晚上就有年轻人下山到谷中去找女人 被埋淫乱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不久之后 以色列人的生活方式就跟别的族群没有分别了 一个又一个的先知告诫他们 再这样下去 上帝会按着应许来咒诅他们 每个先知都根据《生命记》来告诫他们 他们经过一千多年来才得到上帝全部的应许 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经过一千多年 他们才得到所应许的一切 却在五百年后就全部丧失了 等我们研读《猎王记》的时候就会看到 你只要用两句话 就可以归纳出以色列全部的历史 顺服神行公义 他们就蒙受祝福 背逆神行罪恶 他们就蒙受咒诅 《生命记》在新约圣经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新约二十七卷书就引述了《生命记》八十次 耶稣很熟悉《生命记》这卷书 所以当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 那里正是摩西临终之前 所见到的犹大旷野 当耶稣在那个旷野受试探的时候 他引用经文来护卫自己 而且每次都引用《生命记》的经文 是不是很有意思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这是《生命记》的经文 你看《生命记》有多重要 登山宝训也多次引用《生命记》 我说过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问 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圣山激励新山 敬拜神吗 还是在犹太人耶路撒冷的圣山上敬拜呢 耶稣说都不是 时候将到 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还有人请耶稣归纳摩西律法 耶稣就引述《生命记》 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还有一点很令人惊讶 我忘了提 这一点很重要 就连记载律法的部分 最常出现的字眼仍然是爱 在记载律法的部分 爱这个字竟然出现了三十一次 耶稣说 你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律法和爱没有冲突 你若爱主就会遵守他的律法 保罗说 爱成全了律法 所以重点不在守律法 而在爱 在记载律法的部分 爱出现了三十一次 顺服也出现三十一次 因为爱就是顺服 爱在上帝眼中就是忠诚 爱就是忠于某人 因为爱他们 所以想照他们的意思去做 这一点很重要 有些人说 律法和爱是敌对的 其实不是 遵守律法 就是在表明 你爱那个给你律法的人 所以 有人问耶稣 律法是什么 他说就是爱 上帝的两大诫命 就是爱上帝和爱临舍 我们都记得摩西和以利亚 曾经和耶稣交谈 你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吗 他们在谈 耶稣即将在耶路撒冷完成的 出埃及任务 出埃及任务 就是要带领人脱离奴隶的生活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就出了埃及 保罗也多次引述生命记 他说 信仰的关键在内心 上帝关心的 不是身体有没有受割离 而是内心有没有受割离 内心邪恶的部分 有没有割除 内心能不能自由地爱主 并且活出正道 我想生命记就先谈到这里 希望我的导读会引发你的兴趣 各位 好好地去读一读那三段讲话 想想看 去感受一下 要知道这都是我们的历史 因为我们如今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被接上了以色列这棵橄榄树 所以我们不是在读别人的历史 我们是在读自己的历史 上帝至今仍未改变 他当初怎样对待以色列人 今天也会怎样对待我们 有祝福 也有咒诅 有顺服 也有悖逆 有公义 也有罪恶 如果我们以为 跟周遭同流合污 不必面对什么后果 这就大错特错了 上帝对以色列人说 你去占领那块地 但不要仿效 他们的生活方式 否则我会拆别人来占领你们的地 这个命令今天仍然有效 保罗说 这些事 都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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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